如果侯友仪市长能够给我这个回答 或者是能够愿意来郑南荣基金会参观 我想他会是对于郑南荣75岁名单来说 是最好的礼物 以顾民主斗士郑南荣的女儿郑竹梅 在立委苏桥会和林佳龙竞选办公室发言人 李燕荣陪同夏召开记者会 因为不满前一天林佳龙参加郑南荣75岁名单追思 却被当年奉命追捕郑南荣的侯友仪办公室 批评是政治操作 郑中美反批侯友仪才是政治操作 而她也爆料两年前到处展会阅览郑南荣的监控档案 意外有了新发现 当年在警政署 拒提郑南荣的计划里面 其实是有三个方案的 有最平和的方式 等待郑南荣自己出来 也有最激烈的方式 是用军警以及震报等强力的 情势去拒提她 我想请教何市长 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有印象 当时候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的呢 我相信民众自有一定的公平 我尊重所有人的观点 我最重要的 我现在要好好的为人民努力做事 侯市长会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 他欠缺一个反省 就连郑南荣基金会执行长 也跳出来痛批 不过侯友仪都跳针是回应 尊重所有人的观点 民众新闻李嘉华 宋宏林公众议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